哈喽你好我是康祺 你在收听的是由BFM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豆腊香薰辣品牌Lillian & Co 那么尽管我们说这个生活需要情调和仪式感 可是在通货膨胀的浪潮席卷之下呢 你看可能有的这个家庭啊或者个人连饭都吃不起了 那么香薰辣这种不一定是必需品的产品 真的是个体的消费者每一天或者是每一段时间都会去消费的吗 肯定不是 所以香薰辣品牌是不是真的能够依靠个体消费者 作为他们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的 因为商户合作或者是品牌联名 可能对于一贯小小的香薰辣来说 也会有不错的这个增值项 除了蜂辣Beeswax 石辣Pyraffin 当然豆辣Soywax也慢慢的成为这个市场当中 占据更大体量的一种这个制作香薰辣的原料 但是这个所谓绿色的原料真的那么符合环保的理念吗 我们马上就要来欢迎来自Lillian & Co的陈月琳来帮我们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 欢迎月琳 谢谢你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节目跟康奇主持人 是的 我们一开始是我们的老板娘Julie 她是在去了国外的一个婚礼 然后她就是接触到了Soywax的这个蜡烛 香薰蜡烛 所以她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油脂蜡烛的原材料是 Soywax就蒙起了她想要尝试制作蜡烛的想法 然后大豆蜡是大豆的副产品 在2015年的时候就掀起了一番热潮 然后被广泛应用 就是它是纯天然 然后无害 植物萃取 然后燃烧时间比较长 燃烧过程也比较干净 就是它是特别eco-friendly 然后biodegradable 也不容易引起过敏 所以一直到今天 Soywax还是普遍很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它的萃取的过程方便 而且不会太贵 了解 所以其实Lillian & Nicole 我可以说她就是 等于是称上了这一波流行 因为像刚才你说 15年16年 其实据我所知 你们也是1516年 差不多是这两年期间 花了一些时间做研究 然后就推出的一个品牌 对 可是我其实还蛮好奇的 因为当然像月灵你说 这个豆腊它是受到这个市场的青睐 然后很多人在使用 可是为什么它会开始 比如说取代石腊 Paraffin 然后可能它甚至也超越 这个单价比较高的 风腊Beeswax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能够受到市场的青睐 我觉得是因为它很accessible 就是你很容易去 可以得到那个supply 然后它的应用过程 然后还有它的测调的方面 它不会太有难度 就是它是属于entry level的 就是不会太复杂 而且它的燃烧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它的燃烧的质量也比较好 就是不会有太多黑烟 其实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点香薰辣 然后满屋子都是黑烟 其实体验很不好 可是除了比较无害的 这个所谓的蜡烛原料 其实你们也更倾向 就是对接国外的这个供应商 之前我跟你们老板娘 还有你来聊的时候 你们说你们只找国外的供应商 去调制这个香薰 可是我在想 哇你隔了那么大一片海 出国 然后又疫情嘛 所以如果你要去要求你的这个香气 你会不会觉得说要形容出来 然后又没有办法面对面沟通 会是一种很大的障碍 我反而觉得这个沟通不太会是一个障碍 比较有挑战性的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尝试 然后就是我们会很像定了很多 差不多100个samples 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特调 然后尝试就是要需要跟我们的原材料 soy wax 去调出一个香薰蜡烛 也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 就是我们需要每一个fragrance 然后test 就是一个个test burn 然后有些你会觉得它的香分是 调出来的会特别特别的弱 就是闻不到香 那个气味 对 只是闻到大豆腊的香味 这样就没有什么重点了 然后我们就是会eliminate这个香气 然后就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 怎样去将这个fragrance 跟大豆腊调出一个特别的香味 因为大豆它本身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气味 对 就是可能有些fragrance你调出来的 它会比较 它的那个香气会被大豆腊的香味遮掉了 就特别不明显 就很像感觉就是很像烛火在燃烧而已 反而没有什么aromatherapy的感觉 然后有些香味调出来的 也如果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的话 那我们就一直要再而三的去尝试i&d 然后就是要有一种努力不懈的心态 然后才会找到跟自己的原材料搭得上的那个香薰烂炉 而且可能市场当中也有他们喜好的这个气味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聊成本的部分 因为你们可能像刚才越琳 可能你是举一个例子 你要买100瓶不同的这个香薰回来 慢慢的试错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造成浪费 你就会造成很高成本的负担 这个部分难道不会对你们造成压力吗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们需要去研发 我们肯定是会有opportunity cost 就是需要去研究哪一个sample 就是sample是小小瓶的嘛 就是我们不会一次过定太多太多容量的一个sample 所以我们是一直小小瓶小小瓶 然后这样子去慢慢特调 而且我们研发的时候的过程 我们不一定只是做一个蜡烛 我们需要可能有两三个蜡烛去分给不同的朋友去test burn 要有白老鼠啦 对 就是所谓的就是会给我们feedback 然后给我们去讲解 他们觉得这个适不适合去推广给我们的customer 嗯 了解 其实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 就是2015到2016年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你们都在试错吗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推出新的香薰蜡烛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每一年会推出一到两个香味 然后其实我们这个 都是一个实验的过程 对 就是每一年我们推出新的香味 我们都需要有一些feedback 然后看一下这个香薰蜡烛是 因为香薰是很个人 很subjective的 是 很主观的一个品味 对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我们自己去test这个香薰蜡烛 反而是我们需要从各种不同的年龄层啊 种族啊 去给我们一点意见 是 其实月灵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说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市场 对 所以你不是服务华裔 你还有乌裔 还有印裔的这个族群 对 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你们觉得 好像比西方世界 或者是你可能在台湾啊 在香港啊 在中国在各个其他只有华裔族群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市场 来的更有挑战 因为你要迎合不同族裔的这个品味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老板娘Julie 还有她co-founderMarcus 他们主要是会跳出这个框框 去想去构思 对乌裔印裔跟华裔的preference是息息不相关的 OK 就是可能乌裔他们会觉得带一点甜的香薰会 他们会比较喜欢一点 但是华裔消费者就会觉得太腻了 对 他们会比较喜欢清淡的清爽的 比较淡淡的香味 我们就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一一去调查 然后去 开拓更多的产品线 对 OK 其实你们还有一个坚持就是要纯手工制作 当然现在很多的香薰辣都有这个坚持 那么大家统一会有的答案就是说 纯手工制作更有新意啊 是不是 如果你是纯手工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品牌的理念 还有元素融合到你的产品当中 可是除了只有新意以外 我想再仔细的询问一下 纯手工制作还有哪一些好处吗 因为如果你有流水线的量产的话 哇 这个可能 你就不用担负这么多失手的成本 就是你可以很快速的 就制造出大批的成功的商品 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对手作的概念是 一个对我们蜡烛品牌的灵魂代言 就是缺一不可的 OK 是我们有始至终不会被妥协的坚持 然后我们会坚持手作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我们的product是hand made by Malaysians 然后不是大量工业生产的 然后每一个筹备过程都是需要被细心照料的 就是需要一层一层去理解 然后才去execute 然后我们也想要通过我们的品牌 去说一说就是local made products 也可以做出跟理想中跟国外一样水准 一样的优质蜡烛 然后一年来就是当我们会去问我们的朋友 大家的想法就是会比较倾向于国外的水准 就是国外的品质 是 但是这种水准可能马来西亚也是能够达到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坚持做手作的products 就是给大家看到大马也可以 做出一样水准跟品质的products 这个产品 对 了解 其实月灵你刚才在开场的时候 我们有谈到说你是其中一位founding part-time 你首先是兼职 然后可是你在整个团队创始的时候 你就已经以兼职的身份加入了 其实一开始 一开始我也只是 就是纯粹是对香薰蜡烛很有兴趣 所以就找到了Lilien & Co 然后就想也不想就直接apply了 然后就是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特别 对他有兴趣 然后觉得可以继续做下去 是了解 其实我为什么会问这一道题目呢 是因为我好奇你们Lilien & Co的团队 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呢 从一开始他们是2016年做起的 然后我是2020年加入的 一开始只是有两个part-timer 然后还有我们的co-founder两个 就是四个人的团队 对一开始只是四个人 然后就是小小的蜡烛店而已 过了差不多一两年 然后我们就搬去新比较大的studio OK 然后so that我们可以纳入更多 不同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啊 对 或者不同的业务啊 等等的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我们差不多有三四个full-timer 然后还有其他小小的part-timer 就是来补助我们 当我们需要manpower的时候 但是还是一个小于十个人的团队 对还是小于十个人 除非是真的是很像圣诞节啊 然后会特别特别特别忙不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特别多的part-timer 确实你们在节庆的时候应该会挺忙的 因为你们的业务还包括品牌联名 或者是一些季节性的主题的厂牌合作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一些婚礼的批量的订购 面对这种批量的生产 其实需要多少的准备呢 会不会这个前期的准备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然后你们具体是怎么去应付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产出 我觉得Lillian & Cole做得特别成功的一点 就是我的co-founder 他们会去拣选特别优质的器材啊 设备啊 原料啊 对去让我们展现胜手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machinery来缩短我们的production timeline 提高这个效率 对就是整个team的efficiency会比较高 然后做出来的蜡烛的质量也会比较consistent 就不会很像一个怎么说 它的这个质量可能会不平衡的 好像有的就是你产出来特别的好 有的就感觉是怎么差了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对 OK 其实愿意投资在这个器材和原料是非常重要的 对 虽然说这些器材是真的是很贵很贵 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去投资 然后愿意去把更好品质的材料去呈现出来 对 其实lillian and cole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你们有客制服务 这个客制服务其实挺让我好奇的 就是它包含哪一些元素 是只有比如说包装上面 我可以刻名字这么简单吗 还是说这个香薰啊香氛 也能够是消费者自己去客制化 就是我们会很像利用3rd party 然后去customize我们的蜡烛 就是很像如果有客户 想要定制他们的名字啊 或者是他们的brand logo 或者是他们的蜡烛包装 就是很像盒子的包装 然后或者是candle pouch的printing 然后我们就会将这些定制的去筹备了 然后交给第三方的合作商 对对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跟anatomy合作的一个 就是candle leather sleeve 就是你可以镀金的那种 你可以放monogram 就是放在那个leather sleeve上面 就是感觉会特别的优质 质感就上升了 对对对 了解 其实你谈到了anatomy这个本土的品牌 我们就来继续的来聊聊你的这个品牌合作 因为包括anatomy 然后到国际的品牌像优衣库 uniclo都是你们合作的对象 可是他们当然很老实的说 就是这个规模一定是不同了 一个是本土品牌 一个是国际大厂牌 其实从促成这个合作 一直到筹备这种项计划 然后再到执行跟产出 这种不同规模的合作 那个心得和经验 你们有总结出哪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吗 就来说其实可以跟international brands合作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 虽然筹备的时间会比较辛苦 因为它的timeline有点紧 然后我们需要真是很精心策划 那个timeline才会赶得到 因为这个uniclo的合作是情人节嘛 所以我们差不多很像新年前 我们才就是刚刚得知这个合作 然后我们就觉得需要 就是因为timeline很紧迫 所以我们需要be ahead of time 然后我们就会跟着我们的团队的领导 然后他们会QC 然后一一的去带领我们一步一步 去实现这种套合作 对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我们的part timers 就是他们会做大部分的筹备工作 就像刚才你提到的 你会有更多的这种 可能实习生或者兼职 对 然后我们就是会有很多内部策划 然后我们的full timer 就会引导这些part timers 还有监督他们的工作过程 当然我们也会利用我们所有的设备跟器材 去为这个customize order去做准备 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器材 我们才可以shorte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然后就是可以在这么紧迫的timeline完成 这一个项目 对 然后usually当一个project 一个大project完了过后 我们都会在内部商讨 就是我们在这个project面对了什么挑战 然后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改进的 就是哪一方面可以更省时间做得更好 我们都会一一的拿出来讨论 so that我们下一次不会再重复一样的mistakes 有这个post mortem的环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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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去讨论怎样去更有效率的达成这个项目 是 其实我还蛮好奇 像lilien and co这种 你有推出比如说品牌合作的这种香薰辣品牌 很大程度上其实你们已经超越了 只是做香薰辣的这个业务 你还要去规划怎么设计你的包装 才符合这个香气 或者是你也要去 你不一定要是思考这个问题 你甚至要去设计这个产品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 其实跟品牌合作 其实能够做到很多超越 只是香薰辣的研发的这个业务 当然 很像有时候我们会跟 很像so amgen 的这个创作者 创作者 他们前几年就是跟我们定制了 Christmas candles 所以它的主题 它是以Golden Hour为主题的一个定制香薰辣烛 就是包括它的label啊 packaging啊 然后它的 就是从A to Z 都是特别精心设计为它打造的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是 这个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去尝试不同的approach 然后keep getting creative do different type of collaboration 是 因为你需要有不同的这个创作 或者是不同的理念 你才能够吸引更广泛的一个消费群众 对对对对对 很像那时候我们也有跟The Ruma Hotel 就是我们是 就是他们是以我们的主箱为灵感设计的一个Christmas cocktail menu 所以就是这种比较特别的collaboration会一直不断的inspire inspire us to get better 然后我觉得这种collaboration是对双方都是有benefit的 有好处的 对然后比如说是加强各自的品牌 或者是可以reach out to a better customer crowd 然后觉得这种value 我们就是要找共同value目标一致的品牌 是因为你只有理念契合 你才能够做各种不同元素的搭配 它不一定是只有香气 它可能还有像什么cocktail 像不同的champagne 甚至是从旅店一直到创作者的这个平台 你们都能够合作 其实我们虽然开场有提到说 就是像豆腊soil wax 它的确是比较符合绿色的理念 然后这个原料确实是比较没有伤害的 因为它没有黑烟 然后至少它是生物可降解的 biodegradable的 然后它也是 毕竟它也是植物提炼出来的嘛 所以它一定是比较环保 可是它也衍生出很多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过量种植的话 就会导致土质啊 还有环境遭到损害 可是因为农业就是这样嘛 你有商机 它一定会大量的去种植 大量的去生产 所以其实豆腊真的有像普遍的想象 这么符合环保原则吗 我觉得大豆腊生态友好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大豆腊本身 它就不是petrochemical base 所以它是比较容易萃取 然后when 很像你不小心有spill啊 还是什么 你就比较容易去清理 就是它不会 不容易引起过敏 OK 其实对人的皮肤是好的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 特别重要的 就是我们想要达到 我们的蜡烛 对我们的consumer 那个伤害 是降到最低的 对 把伤害降到最低 On top of that soil wax是可以在60 60 degrees Celsius 燃烧 60摄氏度的温度 对 所以它没有那么高温 它可能就不会制造出这么多的盐 对 就是比起paraffin wax 就是 石辣 对 石辣 石辣燃烧的温度是特别特别高 差不多到80摄氏度吧 所以我们就觉得soil wax是特别安全 然后特别不会引起过敏 OK 就是它是对人体健康 这个是你们比较想要达到的一个理念跟原则 对 然后大豆腊是大豆种植原的副产品 所以其实它们在被萃取的那个过程当中 不会特别浪费 因为在那个soil wax里面 我们就是会fully utilize那个soil resource OK 然后不是就是用了 然后就直接被dispose了 明白 最后其实也要来问一问 就是除了能够提供一些客制化的服务 或者是除了是采用像豆腊 soil wax 这样一个相对是符合可持续经营 而且对于人体的伤害 是能够降到最低的这样子的一个原料以外 其实在未来Lillian & Co 有没有部署更多元的一个规划呢 比如说产品线它可能更多元 比如说它可能在合作方面会更加的多元 甚至你可能在蜡烛的原料方面 也会可以提供不同的选项 其实我们今年想要推出 expand我们的home fragrance category 家用的香氛 对家用的香氛品 所以就是我们想要我们的customers 可以用他们理想中的香薰 然后不只是归限于蜡烛 反而是更多home fragrance的products 然后我们也有 早些时候我们还在APW邦山 开设了一家concept store retail concept store 所以欢迎你们前来参观 然后亲自闻闻我们的乡族的香味 所以就是除了是有工作室啊 有一般的这个英语叫stockist 就是你只是上架以外的这个小角落 或者是这个架上的商品以外 你也开了这个所谓的概念领售店 对对对 OKOK 就是完全是以你个人的这个产品 作为主要的商品来展示的 对OK明白 好的我想这个豆腊的香薰腊呢 跟风腊的香薰腊 我们前几期节目有谈到过的 会是很大的一个香薰腊的市场 接下来也相信会有更多可以拓展的这个部分 至于这种客制化 或者是品牌合作方面的这个内容 相信也是很多的品牌能够借鉴的 不一定是香薰腊 如果你也是作为小样的 这种小商品的一个零售商 作为这个品牌 或者是作为这个微型的团队 你要怎么跟其他的大规模的企业 做合作做联名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来自Linion&Co的 陈岳玲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相关的内容 谢谢你 开门建商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jin.by BFM的网站或者最新版本的BFM app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每逢周二至周四 早上十点准时更新 对我们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您到财经的Facebook Instagram以及LinkedIn找到我们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